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新闻现场 陈志忠说黄瑞镜在两亿的公益间 他没有钱 今天中天有独家的新闻 说他们家现在还在买房子 要买一个房子 让黄瑞镜教钢琴跟弹钢琴用的地方 他们家为什么不能低调一点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钱 我们共同来追踪一下 另外马英九昨天批评了 法官红櫻花 红櫻花今天出来讲了 你要道歉 而且我要跟你公开辩论 没有的话我要告你 刚刚马英九讲了 二审法官的安全 他都是要保护的 可是已经有人讲了 连大法官会议的主席 司法案的院长 在应照家都有人去委 台湾还有王法吗 我们共同来追踪 共同来讨论 第一位是我们的贵宾 司法专家易鸿 大家好 第二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 蔡正言蔡伟员 大家好 沈富雄 沈医师 七海大家好 非常资深的财经记者 现在是市医院 黄威 七海好 大家好 没有那么特别介绍 是黄达瑜黄教授 以及台大财经所的告示 现在他们刚成立一个 财经立法监督联盟 明天立法人家监督吳敦力 我们就先请他们 今天来监督立法委员 达瑜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黄伟哲黄伟员 七海好 大家好 还有非常资深的记者西平 七海好 大家好 那先来看 今天民进党又出招了 他们说什么 吳敦力在香港 跟一位政协 还拍到照片 他们说跟政协吃饭 可是我们今天找来一位 说跟好几位政协吃过饭的 义勇跟政协吃过饭 对不对 我其实到武汉去 就跟政协吃过饭 然后在深圳 比较特殊的场合 就是张安乐 白狼 白狼请吃饭的时候 当然在座的时候 也有他们海外的 什么堂口的 什么堂主 但是他说他已经江湖洗手 但我不知道 又有几个人介绍 也是政协委员 他们不介绍 我都不晓得他们是政协委员 我问他们政协委员 是什么东西 老实讲 他们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所以大陆的政协是 他有分中央政协 还有地方政协 中央政协听说有两千多位 那地方政协 那就更不计其数了 在我的看法 我觉得政协 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 然后他不讲他政协 我们也不晓得他具有政协的身份 蔡伟 所以你看 我对你的行情 你们行政院长的行情 比义勇还差啊 现在被人家没成说什么 这通肥啊 当然啦 我还跟那个中共政治局常有吃过饭了 所以政协还算是卸咖的 你那还卸咖的 没有 我不是认识政协 是白人认识政协 对对对 他就是白人 不要这样砍脱 应该这样讲啦 我曾经跟认识胡耀邦的好朋友吃过饭 这样可以吧 有个大伙 所以我都不要卸白砍脱 越扯越远 所以政协在中国大陆上 他不是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一个 什么名义代表 他就是个顾问团嘛 每个政府单位里面都搞一堆人 比如说你运动选手得金牌的 你是演艺界很出名的 你企业界很有力量 你是什么工会啦 你是什么农会头头 很像阿炳时代的行政院 对对对 国行事业一张名片 这样啦 让你 每一年请大家吃这种饭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个叫政协 那个跟所谓人民大会代表 那个不一样 人民大会代表是一个很正式的 一个政治机关 情形是不一样 所以 天拗太 από 民进党他说要跟中国对立 斗争都好 最起码要搞清楚中国的一些人啊 制度啊 人事啊 你赴不 bug 要 Barring 结果都饞 PowerPoint 大子灾着 saya 不可以大 來來 請教沈醫師 所以今天怎麼樣 說又爆了一個料 只是跟政協吃飯 說他跟什麼 中共那什麼 情報頭子有交往就不行 不過我先要問義弘 義弘請問你 你跟政協吃飯的時候 覺得比較有光彩 還是跟我吃飯覺得比較有光彩 你就請我吃那麼一次 老實講 絕對不怎麼光彩 但是這個政協 政協其實他們在外面 也不會耀武揚威 因為我聽有個政協 還跟百郎講說 大哥大哥 下次我們地方 怎麼要推局的時候 請你幫幫忙 還請白郎要幫他去當政協 你看看那什麼了不起的事 言歸正經 我跟你講前天我在平秀琳的節目 有講過 我說吳東議員長9月9日上任 我9月8號就鐵口子斷 他會做到2012年 我說我這麼肯定你 你既然這個小時 也處理成這樣子 所以我前天下午 給他24小時 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所以今天下午3點的時候 二小時快到了 他還沒有講好 我緊張一下 你有延長的不是嗎 我後來就說 我再延長 再給你24小時 幸虧不需要延長 他終於把事情講清楚了 太有影響力了 他講清楚了以後 你看這個消瘋了 就是民進黨現在 明天還能夠講的 或是今天晚上繼續講的 就是戴紅帽子 就是政協 郭延 梁俊英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這樣會有什麼力道 這個不會有什麼力道 我覺得我本來還有一點力道的 就是說吳東英院長 把那一段行程裡頭 有一段他覺得不好意思講 那就是我昨天講的 鐵板 你看看鐵板 那個職算 神算 他怎麼知道 今天他應該從這件小事情 學到一點教訓 因為他自己說 說他參數局長說我的結果 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一次講清 因為這件納粹是洋蔥 為什麼會洋蔥 洋蔥撕得到 看得到會肉絲 你知道嗎 嗆了 你知道洋蔥也 所以他把這件本來 稀鬆平常的事情 看成是一個洋蔥 所以他說 與其讓民進黨員 這樣一拼一拼 有什麼白 大部分一次給你看清楚 我覺得吳院長 這個事情的判斷是錯的 為什麼 這個根本就不是洋蔥 那你要他擠一點牙膏 你就給他一點牙膏 為什麼 他認為希望民進黨 到某一個時間點就停了 就不要繼續問下去 所以他還是原來有一點死亡 希望說 民進黨會刷牙 他這個看命的事情就不用說 但是院長 你現在已經聊 你講的就沒事了 因為看命 當然是人會說 要做疫情來看命 但是台灣看命很多 當然有的人會覺得好笑 我也覺得好笑 因為我只是一個人 一輩子沒有看過命的 所以我會覺得 有啊你有沒有講過 你爸爸幫你看過嗎 那不算 我爸爸 我出生第一個禮拜 我爸爸幫我看的 那個也算 那個也算 太奇怪了 所以我覺得 吳東蔥是院長 應該學個一個教訓 還有呢 我有一點小小的 這個 那個 那個 建議啦 就是院長口才好 但是你既然做到院長 就不要過度施展你的口才 尾罪你知道嗎 搞尾塞 我是公認的搞尾塞 你知道我是公認的 話多的 我覺得院長比我話還更多 他要解釋一個事情 對盤古開天 講到後續 講到人家沒有講的 人家沒有問的 他也帶進來 我覺得今天他在馬總統的旁邊 講那麼多 還有跟記者單獨講的 都嫌太多了 以後 檢要 不要彭聲枝竭 真的 到了院長 言簡意該 是可 今天民進黨還有一些媒體 還在罵吳敦議員說 你去看了中共的這個政協 多嚴重 結果我們一查 中共的全國政協委員 你給我多少人 兩千兩百三十七人 連演員這邊有個陳道明 有沒有 演康熙帝國那個 大家都認得 很多人 台灣民眾都看過 連一個演員 那可以這樣推論嗎 另外呢 民進黨今天還講 你不是有跟政協委員吃飯 他跟這個什麼 情報投資的關係很密切 你有沒有問題 我們聽聽看 到底講的有沒有道理 再一次被戳破了謊言 這個人 跟一個 孔先生 從往甚密 這個孔家 來頭很大 這個孔家是 中共前調查局長 中共的特務頭子 孔元孔家 宏偉 第一個 跟一個政協吃飯 剛剛已經講的 沒那麼重要了 連義勇都跟好幾個吃過對不對 第二個 你跟他吃飯 這個人跟調查局長熟就有問題啊 不是我現在不曉得這個 這個 郭妍到底跟這孔家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啊 那剛才講了 就是這個政協委員 超過2200個 所以在座可能要跟政協委員吃飯 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以後去香港跟大家小心一點 到處都碰到政協 對對對好像可能我們都變成通肥叛國這樣子 那 政協委員是做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 其實 這個共產黨就一黨獨大嘛 所以他有很多的 還有其他的八大政黨 其實我們 說實在就是一個花瓶政黨 還有什麼無黨無派 所以這些政協委員就是說 這個各政黨啊 各政黨直接來協調 用一個委員會 可是大家看到 超過2000個人怎麼協調 顯然就是只是說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民意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這麼這麼大大咖 那剛好大家講說 其實今天之所以這個話題會延續 就是因為蘋果日報登了一個 這個無堆跟這個孔雯 郭妍一起吃飯 欸 他在哪裡吃飯 如果說他是說 應該是在那個香港的擁擠嘛 欸擁擠喔 就像是台灣的101啊 或者是鼎泰峰一樣 如果說今天你要搞什麼 密使啊 密會 如果你選在101 或者是在我們的鼎泰峰前面 這是什麼密使 這是什麼密會 這有什麼了不起重要的事情 所以才會發現說 欸 民進黨一直在追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欸 他提不出任何的照片啊 或進一步的證據 反而今天蘋果日報呢 因為這個擁擠是一個 這個很多觀光客會到的地方嘛 所以才拍下來 提供給蘋果日報 讓這個民進黨可以大做文章 不過我呼應一下 剛才那個 那個沈大佬講的話 我覺得吳敦義確實 因為這個事情啊 你說今天說話好多喔 那因為你說要趕快 要把一個洋蔥整個端上來嘛 所以他要趕快把整個洋蔥給大家 可是他今天選的一個地點是說 是在馬英九旁邊 還有吳伯雄旁邊 說實在啦 我覺得今天把這個事情 一下升高到 好像這個記者會的這個形勢啊 連馬英九跟吳伯雄都要在旁邊 一起陪著你開記者會 我覺得就把這時間搞得太大條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事情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黃教授他們現在成立一個聯盟 很多的教授啊 現在很多立法院的問政到底好不好 他們有一個監督聯盟 他是總召 請教兩個很重要的問題嘛 第一個 立法委員一直叫 腳在這裡面對台灣真的好嗎 第二個可以這樣推論嗎 跟一個政協吃飯 就會有問題嗎 我覺得現在立法委員如果說 他也集中在這些無關民生緊要 或無關國家發展的這些議題 是浪費蠻多社會的資源 那我想我們學界要來監督立委 立委其實監督行政部 我們已經監督的相當的徹底 因為台灣的民主政策說實在 已經發揮到極致了 那現在有點過頭 那我覺得說我們的問政自由有餘 但是實質的內容不夠 那大家看大陸 因為最近蠻長去大陸 看他們電視台 看他們整個國家的整個發展方向 我覺得大陸整個全國上下 都集中在資源在做國家建設 做經濟建設 那他們的言論者可能沒有這麼多 但是他們實質內容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回來看台灣的這個節目 太多這些無關緊要的這種議題 而且捕風捉影 是不是老百姓根本不關心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要看 那你們監督打出來對立法委員 到底問的有沒有道理 我們這還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出席立提案 這些當然是傳統這些東西 我們還是要觀察 但這個比重會降的很低 那我們真的是要做實質的觀察 因為既然是教授團 兩百多位我們快要增加到五百多位 大家憑自己的專業來做立法委員實質監督 這實質監督我們把它公布出來 公布出來就讓選民來獎勵這些表現好的機物力 你們幫全民去監督立法委員 你覺得很搞笑嗎 我大概是在座跟政協交往最密切的 比義勇還密切 我跟你講 吳敦義絕對不能輕視這個議題 因為我今天下午在學校 我問了學生 知道政協的舉手 每一個人知道政協 我說覺得政協是很重要的舉手 幾乎全部舉手 全部舉手 大學生 所以大學生都覺得政協是很重要的人物 那你說一般的一般老百姓 他都覺得吳敦義跟大陸很重要的人物見了面 政協 哇 了不起 可是我告訴你 政協就跟政治協商當初出來一樣 政治協商就說剛開始政黨 後來是各階層各階層的代表 各職業的代表來大家一起來協商 這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的大拜拜 是好玩的 我跟你講你剛才講這些沒有 張藝謀也是 大陸其身烈衛平也是 以前鞏立也是啊 鞏立也是 劉翔 一跑百石高藍的金牌劉翔也是 我跟你講 我在商務印書館做總編輯 我們香港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這個總經理副總經理 全都是政協委員 還有政協副主席 政協副主席請我到觀南湖 住在那邊打球 我跟他們熟得要命 幾乎每一個職業到了某一個程度 你齊勝你拍電影好 都是政協委員 所以政協委員是滿街走 跟政協委員吃飯根本不是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吳敦義不能掉以輕心 連我班上每個人都認為 政協很大 中共很大的官 很重要的職務 這個就會引起大家覺得 吳敦義去跟中共有了 秘密交換 秘密會議 這種影響一造成 不是輕易可以洗刷的 我先講一下 我不否認 其實我認為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對吳院長扣紅帽子 但是你說政協不重要也好 重要也不好 中國大陸13億人口 平均要130萬人才產生兩個政協 對不對 那你說13億人口有2000多位政協 不是放在一個小鎮裡面 2000多位政協是放在13億人口 那所以說當然它有些指標性 你說它籌用也好 它必須是位高權傾好不好 我們這樣講好 位高權傾 它位高嘛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 當然每個政治人物 對於接觸中國大陸的高官 或不管是人大代表或是政協委員 或政治政治局委員 好了 其實大家政治人物 有多一點警惕也好 這個事情搞不好 為什麼是蘋果 這個不是民進黨去提供給蘋果 是蘋果報道出來民進黨跟的 民進黨今天很特別 埃金是出來講什麼 他說勾言是政協 後來我們一查 他是錢耶 已經卸任了 第二個他做了一個更重要的推論 他說他跟中國的調錢 大陸的局長是非常熟的 這樣推論會不會太過火了 另外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今天吳敦力花了很長的時間 把事情整個講清楚了 這樣民進黨接不接受 明天還繼續打嗎 這樣對台灣到底好還是不好 我們馬上聽聽聲音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馬上回來